你快吃一块 多吃点 说不定啊 有好消息呢 小林 你怎么了 没事 妈 妈 我想今天回家陪下我爸妈 那是应该的 我叫逸臣啊 起来陪你一块儿去 不用了 她难得休息 让她多睡一会儿吧 我们家儿子怎么这么有福气 碰到你这么一个好媳妇 这样子自己 happens 天啊 奥 我 那个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医生 我真的怀孕了 恭喜你 已经六周了 你丈夫没来陪你啊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呢 你是想给他个惊喜吧 也不知道是金还是喜 孩子都是上天送给父母的礼物 你丈夫知道了 也会开心的 可是我们还没有做好 迎接这个孩子的准备 怀孕初期的孕妇啊 都会有这方面的焦虑 你们要对自己啊 有信心 最好呢 跟你丈夫好好沟通 别做出什么后悔的决定 嗯 谢谢你 医生 我会好好考虑的 那请问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怀孕初期的话 前三个月要注意修养 激烟酒 避免伏击生活 好 我会好好注意的 谢谢 谢谢 医生啊 刚才那个女孩她怎么了 呃 您是 我是她爸爸 哦 我都跟她说过了 怀孕前三个月注意一下 别的没什么大问题 哦 谢谢啊 好乖啊 孩子 都是上天送给父母的礼物 你丈夫知道了也会开心的 我帮你拍这边 她会开心吗 真的好可爱 是啊 太冻了 真好 你看 长得像你还不像我 鼻子像 小鼻子像 小鼻子 嗯 你也行 超美的 我不是说了不要再联系我了吗 我只问你一句话 你还想不想跟那个 江亦诚在一起 你说呢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们俩根本就不会分开 你要想的 你就想办法 把她再抢回来 其他的 我会帮你的 啊 是啊 还爱就此起来 谢谢你呀 我要把她抢回来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再不接我电话 我就 你干什么不接我电话啊 喂 义成 你能来帮帮我吗 黎曼 你怎么了 我刚才不小心被套上了 好像很严重 那我现在过去 五里 五里 来 老袁 真的是你 好巧啊 你 来来来 到这儿 真是巧啊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我 我这儿 你嫂子 嫂子也在这儿住院是吧 对对对 她怎么样了 她现在情况挺好的 等排手术时间呢 你 你到这医院来干什么了呀 我来这儿开点药 正好 正好碰到你了 省得我再去跑一趟 你帮我啊 把这张卡 还给大家 这个真不用 不着急 江总啊 把手术和化疗的钱都借给我了 我的钱够了 这个啊 还给大家吧 她 我借钱给你了 江总 没告诉你啊 她还推荐了我新工作呢 这你不会不知道吧 不得这个江总啊 真是默默做好事 从来不留名 不过她向来都这样 上一次啊 你通宵做呆某的时候 她趁你睡着了 还替你写程序呢 那 她为什么要帮我呀 傻丫头 在乎你呗 欸 欸